立法會議員劉士鵬動議將高中中國歷史科 改名為中國歷史地理及文化科並列為必修 教育局說對建議有保留 2012年報考的人數8500多 去年只有6098人 中史科與我們國民教育關係密切 年輕一代認識歷史 對國家的向心力自然會增強 相反現在中史科不是主修科 不利培養學生的民族認同感 就算我們立了必修科也好 老師怎樣教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教得好的話十個小時搞得很好 你教得不好還導向他另一個方向的話 越給得多時間你就越壞 增加中史科為高中必修科 會否影響整體高中的課程結構 會否增加學生選科的限制 例如要減少與科技相關的科目 以現時的教學資源和私資人手 是否足以應付 由於公民和社會發展科正在改革進程之中 上述課程改革建議 適宜先完成有關成效評估和檢討之後 然後才進行 現時不會考慮接受原議案的要求 也難以預計增設另一個必修科帶來的影響 我們首要的工作 是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方案 穩妥推行 以騰出課時減少考試壓力 和增加高中課程彈性 然後再進行